上各位 李莉 中國媒體 指出說 鳳海的富士空集團 給政府插水 最近 網路也有人團說 富士空就要補一千八百億人民票的水 還有賣這個土地 也要給政府收回去 這消息也就像鳳海的股票大了 鳳海早晚發信時是表示 說 富士空合法經營 不然一切也都正常 不過今天早期 鳳海的股票 也是繼續的了 鳳海以外 富士空集團進行團車 好中午 著水 著土地 最近網路要團 富士空要補一千八百億人民票 加上兩萬個客戶定位土地 也會收回國休 設置晚上 鳳海發動信定清 這是要件 富士空一定是建設合法 合規經營 集團生產經營都正常 希望大家明變四回 觀察青山鳳海股票開賣九十五點八戶 保留相關到九十六點兩戶 保留相機是九十五點兩戶 保留一點五戶 如果它不澄清的話 那麼市場的信心一定會崩潰掉 所以它在做這個澄清的動作 是一定要的 這個官方宣布就是說沒有問題的話 那麼它的股價應該還是會 這個還給它一個公道 如今本宣書表是鳳海發佈當時 主要是希望能夠清楚 多個紀錄 導致白樓沒有實在團圓發揮 觀察鳳海股價 第一 事情沒有百貨進行 最近股價相關是十月十三的 一百零七點五戶 事情包括之後 十月三十股價 創相機只有九十四點五戶 相差十三戶 如果中國要不公開調查 結果進行 鳳海股價可能會繼續環境 專家政委 有關胡思空調查的結果 可能會在總統選舉進行 對外廣告 如果他有意義要干擾台灣 現在這邊的一個 經濟暗定的狀況 他有可能陸陸續續會在選舉前 去公告 屆時再跟他的那個 執法的一些調查 連接在一起 專家計算 如果中國這次 找到胡思空有收視 胡思空就算比初婚 應該也要是天價活值 如果不可能他們去 中國多次共識的境界 對中國勤掛主導主是不理的 記者綜合報道 為何提到是不理會的 甚至不理會的 我們要不要 memo